Hello,大家好,我叫杨依 我是生活在英国伦敦的一位宝妈 孩子今年三岁半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说 疫情期间我在英国的生活 3月5号开始呢 我家宝宝就开始发烧 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和爸爸决定要给111打电话了 111呢就是英国NHS的一个服务热线 这个电话超级难打 我们打了20多分钟才有人接通 接电话的应该是reception吧 他会询问一些我们的姓名啊 地址啊 还有年龄 有没有去过疫区 之后呢我们就接入到了第二通电话 第二通电话呢应该是医生接的 医生呢也是简单询问了一些孩子的状况 首先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向普通民众去测试了 测试你是否是新冠状病毒 第二门诊又关了 医生呢就在电话里面给他开的厨房药是香烟药 就可以去最近的药店去拿药 因为我和孩子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出门了 连窗室都没有去过 在疫情爆发前呢我们就买了这个小冰柜 这还挺实用的 能放很多的冻菜呀冻肉啊 现在这个冰柜在英国已经全部脱销了 不可能再买着了 平时呢我会多给孩子做一些面食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一块儿玩这个面 一块儿揉面 宝宝也不会无聊 吃饭前该干嘛呀 洗手 快去吧 中午就我们两个人所以呢简单的吃点 烙了个葱花饼 配了点水果 和孩子一起拼拼图是一项特别好的亲自活动 因为他可以拼好长时间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空自己 只要不下雨我就会带着孩子在家里的后院跑一跑 这样的话孩子也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还比较幸运家里有个院可以出来透透气 这个时间呢就把屋里的所有的门窗都打开 也让家里换换空气 现在是英国11点11点20左右 我老公要出去买吃的 之前我们都是夜里面两三点去 那样的话没什么人 现在呢英国的超市因为疫情期间也改时间了 几乎就是没有24小时的超市了 还是能买着东西的 有面包水果 什么都能买到吧其实 希望所有在海外的华人朋友 健康平安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